哈 Hello 大家好 这个天气真的是太热了 慢点叫过来 今天有31度 不过 我们过来是去摘砂糖菊的 阿摩鱼了 看到没有 不要 已经是下沉非洲人了 我堂哥那个田里面 那个砂糖菊没营药 他说没营去摘的话就把它全部丢到地上去了 也要我老婆听说了 就马不停扯着我来 去扎砂糖菊那么大的太阳 太可惜了丢掉走了 这个山里面还有两个房子 你敢住吗 还有什么不敢的 我看那个好东西 什么 他家的琵琶手 哎哟是吧 已经够粒的 去看一下 这里有一棵树 上面密密麻麻的 进满了好多小果子 大家有认识的吗 点击一千三年 我告诉你 这个是桑桑 可以拿来吃的这个果 倒是虫了 吃起来酸酸甜甜的 我们农村拿来泡酒的 还有这个叶子也可以吃 就是那种兔丝的那种茶 也可以吃 你看好鸡啊这一棵 大家有硬实了吗 估计农村的都硬实 哇 你看到没有 我说这个琵琶红了 信不信 好红了 但是还可以长一下 应该估计长一个星期就可以吃了 好大一棵 还是这里好 你看 这就是这个路上都可以 深水就可以摘了 其实还不可以摘 还不够甜 这里面搞个房子你敢住 你为什么不敢住 多好 你看 桑桑 琵琶 菜园 这个就属于就是说 一座房 一个人 一条狗 你知道这个琵琶是谁家的 这个 我饿伯娘的 那我剪一颗吃 剪一颗可以 但是不要剪多 可能不是很甜 这好吃猫来的 没见过你这么好吃的 怎么样 可能还不够甜 这个琵琶要长得很红的时候 它甜 现在应该是大啪啪的那种 有水分吗 合适我 嗯 什么都合适你 嗯 好喝 走 走了 好多猪生 你看这个人在这里看着不想走的 这里还有几根拆出土的 你看好多 天天吃 我在吃饭了 不想吃了 走嘛 去这家商量去去 真的是好多猪生 都没药 你看看看看 太多了实在 什么都砍了 没药了 老板那也不承包了 砍了还中其他了 好可惜 你看上面还有很多果的 上面那些还没摘了 等下我们去上面去摘 就是这种沙灘菊 那碟的 那碟的 碟什么碟 都没有 都不要了 嗯 那几根 直接放得久 看到没有 很多这个沙灘菊 没药了 这个薄膜都还在这里 本来这里是老板承包的 现在呢 今天它不包了 这果子还也没粘 现在很多的掉完了 就顺利一些 我们来粘一点回去吃 一串一串的 好多 这个实在是如果不剪的话 实在是太浪费了 我吃一下看能不能吃 嗯 哎呦 超甜 这个烧了还不甜 好多 因为它这个果子没有看相 所以说的也没有老板要 它这个果子 一串串的掉鸡上也没有 那里有个好 这个啊 对对对 这个坏了 坏了 我以为看它这么红 好多 可惜了好浪费 后边那些树上都是 你要粘 你是不是学习太多了 要挑啊 对啊 我就是学习它太多了 我要挑一下 还好多果 你好 大串也大串的 哎呀 我愣了它 漂亮吗 哎呀 这个好 这个好 来放贝了 看一下 漂亮吗 棒了 哈哈哈 不重 因为太浪费了 你看这个果树好大啊 这个坏了 只吃不了 这么好一个 吃这个红 好可惜 你看 好大一个 其实这个果子真的是太可惜了 这一大片你下去 你知道有多少吗 不知道 总共五六十畝这么多 全部不要了 很宽 呃 不包了 以后这一块 甜的就是我们的了 呃 我饿哥 呃 说拿来种其他的 就给他种了 搞了好几个 先吃一下先 吃够饮了再 去摘 不过现在的沙山菊没有原来这么好吃的 因为最近天气也特别幼 呃 你不摘的话 它也全部掉在地上 嗯 好吃 这个小的还挺硬的 你要不要 然后我剥给你 我不要 啊 我不要 去摘果子去 好过眼的 等下把它 摘一倍了 你不在动吗 呵呵开玩笑 嗯 吃一半吐一半 还是我们农村好吧 啥都有人吃 你看一路过来又有枇杷 又有山谷的 还有沙山菊 谢幕啊 还有猪笋啊 好了不跟大家说了 拜拜